好,下面我们继续 在前面一小节里面 我们研究了解决因子分析模型问题的一些数学的方法 一共有三种方法 分别是组成分法 组因子法 以及极大思案法 我们在这里只能够讲数学上比较简单的组成分法了 关于组因子法 还有极大思案法 由于用了数学工具太复杂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讲 其实这三种方法的求解效果 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那你能够掌握一种方法 那这个也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因子分析的模型问题 那这个其实本质上关键的地方 也不在于你怎么样用数学去解决它 而是我们解出来这个问题 应该有实际的意义 那所谓实际意义就是说 我们求解出来的因子 应该可以由业务背景来解释 这些因子是什么含义 那如果业务背景解释不了 那尽管你数学上可能做得很完美 那其实这个意思也就不大了 好 那我们刚才呢 我们在学义的书里面呢 做了一个例子 那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啊 那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在这个竞赛 里面呢 有八种项目的这个成绩 先翻到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在篮子竞赛里面呢 一共有八种项目啊 包括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五千一万马拉松啊等等 那我们现在呢 试图对这些变量来进行这个因子分析 来寻找出背后起到推动力作用的两种因子啊 那我们求解以后呢 发现这个求解的结果呢 不是很理想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比如说对于第一个因子变量 它在八个原始变量的那个再赫系数上呢 大小都差不多 那基本上就是把这八个原始变量加在一块 那这个怎么从业务去解释呢 根本解释不了是吧 那另外一个因子啊 第二个因子呢 也有类似的情况 那除了这个因子 这个原始变量是这个系数比较小以外 那其他的因子的话呢 基本上大小差不多 那这个也是很难从这个业务的角度去解释 那显然呢 在这里求解的结果呢 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的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一小节里面呢 讲过这个因子模型求解的那个性质 就是那个因子在和矩阵 在乘上一个正交矩阵做旋转以后呢 得出来的那个新的矩阵依然是我们这个模型的解 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乘这个正交矩阵这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寻找一种 寻找一个正交矩阵来对它做旋转 那使到旋转以后呢 我们这个因子模型能够更好的去被业务解释 那我们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那这里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 我这个因子是比较好用这个业务去解释呢 就是说我这里这些系数 在什么情况底下是好 什么情况底下是不好呢 那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所有的系数都是一样大小 主要是指绝对值就绝对值都差不多一样大小的话呢 那这种情况呢 是我们最不高兴 就我们很难去用业务来解释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其中呢 有一些原始变量 它的那个因子在和系数 应该是比较大的 它的绝对值大的话呢 那就是接近于1 因为这个是不会超过1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不会超过1 那如果绝对值小的话呢 那就是接近0 就是说其中应该有一部分呢 接近1 另外有一部分接近0 那这种情况呢 是最好的 那大家想想 这个可以归结为数学上的什么指标呢 给30秒钟给大家想想 那所谓有一些这个系数 是接近1 有一些系数是接近0 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还是画一下吧 那比如说这个是因子在和矩阵 那在某个列上面呢 我要求有一些是0 另外呢 有一些是接近于1 可能是0.9几啊 什么什么等等 那我怎么样描述这个列这种状态呢 那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要求 那就是应该使到这个列上面的数值 它的方差是达到最大的 就是说那个数值的分布应该是最分散的 它在-1到1 这个区间里面啊 那它的绝对值就是0到1 这个区间里面 那应该是分散程度最高 那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那按照学义那本书的那个话来说呢 那就是说使到方差最大的正交旋转 那我们要求这么一个正交旋转出来啊 那这里在学义的书里面呢 有一系列的这个数学的推理啊 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旋转 那这些数学呢 我就不讲 我就不讲 那在这里呢 我告诉大家在R语言里面 我们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 那在R语言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 叫Vermas 那这个就是最大方差旋转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把求解出来那个矩阵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这里填写一些这个基本的参数 填写这个中止迭代的误差 把这些东西填写进去以后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进行这个求解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例子啊 那我们用这个Vermas这个函数呢 对我们刚才这个竞赛八种指标这个例子 就是例9.7来进行修正 那我们看一看怎么修 那我们刚才求解出来这个东西呢 放在FA这个变量里面 放在FA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呢 我用Vermas函数呢 来对这个因子栽荷矩阵 来进行这个旋转 那旋转出来以后呢 放在Vme里面 放在Vme里面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结果 那大家可以发现呢 在旋转以后呢 那这个情况呢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用主成分法 先做因子分析再旋转的结果 那这个是用主因子法 先做因子分析 然后再旋转的结果 这个是极大四然法 先做因子分析 然后再旋转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这些结果呢 基本上差不多 是吧 相差无几 那我们只看一种就够了 那我们看看组成分法 这个旋转以后的这个结果 大家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呢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是很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F1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变量 在这个长跑项目上呢 它的细数比较大 在短跑项目上呢 它的细数就比较小 那有一些是中距离跑的 比如说像这个X4 X5是什么呢 那这个应该大概可能是 X3应该是400米 X4应该是这个800米 然后X5应该是1500米吧 那这些中距离跑里面呢 这个细数呢 是适中介乎于两者之间 那就说明 在中距离跑里面呢 可能是这个 耐力有影响 然后这个爆发力也会有影响 那我们可以把F1归结为什么呢 那很显然 在长跑里面 占有这个优势的 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是耐力因子 就是你的那个速度的耐力 你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 来奔跑这个耐力程度 大概有多高 那F1反映了这个 然后F2反映什么呢 在短距离跑里面呢 F2的细数 它的绝对值都很大 然后呢 在长距离跑里面呢 那这个细数呢 相对来说没那么大 那就说明这个应该是 短距离的爆发力 就是这个速度爆发力 那这个是爆发力因子 那中距离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的细数是失踪 那就反映了 在中距离跑里面呢 既需要有耐力 也需要有爆发力 这两者都会对这个成绩有影响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因子分解出来的结果 跟我们的业务结合以后呢 那是相当相当的完美 那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出 在一个运动项目里面 某种能力 大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它占作用的比例 大概有多少 那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那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呢 那我们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结论去选财 比如说我们要选拔运动员 那我可以通过综合衡量它的能力呢 来判断它适合参加哪一种项目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结果 那在后面这里呢 还有一个例子 是讲那个去应聘的 那这个例子呢 可以留给大家自己看 那我想起来呢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当这个经理啊 当老板的 那有一些时候呢 这个你要对这个员工进行考核 那考核的话呢 肯定有表面的各种各样的指标 比如说你的这个什么销售力 销售量啊 这个工作量啊 这个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一堆 反正一堆变量 那实际上呢 这个员工他本质的能力呢 可能就是那么几项 那你怎么样从这个表象的那些变量里面去 得到这个员工背后的能力的那个因子呢 那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因子分析会有非常大的用武之地啊 那你分析完以后呢 就是几项因子 然后每个员工的能力呢 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 那你可以知道哪些员工 他的能力可能是相对比较强的 有些员工呢可能相对是能力比较弱的 那另外呢 哪个员工他适合去做什么事情 那通过这么一分析呢 全部都被你弄出来了啊 就我们通过一些表面的数据 把背后的因素全部都把它翻出来啊 那这个呢 就是解开事物的表象 抓到他里面本质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因子分析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还是蛮有意思 那实际上这个阿语言去做因子分析的话呢 呃 并不需要自己写程序 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函数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函数啊 那这个函数叫什么呢 叫做Factor Analysis 就是因子分析的意思 那缩解成就是FACT ANAL 那这个函数呢 他用的不是组成分法来求解因子分析模型 他用的是极大四然法 那另外呢 他自己本身也做了一个旋转 不需要你自己另外去做了 那他具体用什么方法 这个我们不关心 那我们只关心他怎么样使用 以及他的结果怎么样 那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呢 他里面有一系列的因素 有一系列的称数 那这个在血液的书里面呢 都有很详细的解释 那我在这里呢 就不练了 那其中有一个叫Rotation 这个参数 那这个是决定你要不要旋转 那这里旋转 这里写了RedMess的话呢 那就说 我们用这个方差最大的旋转 这种方法来对他进行这个因子的旋转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那我们还是对那个竞赛 八种指标进行这个因子分析这个例子 就例9.7 那这一次呢 我用这个Factor Anonymous这个函数来做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一个函数就做完了 非常快啊 那一个函数全部做出来 然后结果呢 就显示在下面这里 那这个结果呢 我们刚才已经解读过了 那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重复 好 那关于这个因子分析呢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到此为止了啊 那这个大家一直学习了12周的时间 这个也非常劳累啊 那终于到今天呢 我们都告一段落 那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那我们还会在R这个领域里面 继续开一些细化的课程 就R里面的一些细节 来进行这个详细的讨论 那如果有朋友 想往这个数据分析的方向 想往这个R语言的方向里面 继续的去深造 想学更加细节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知识呢 可能就是倾听点水 点过了一下 这个讲的不是很特别的很详细 也不透彻 那你想学了透彻一点 想做多一点的事情 那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后续的课程 那说实话呢 这个数据分析这个领域呢 是非常博大精深 那大家如果说你学了12周时间 每周学了几个小时 然后你就成了一个数据分析专家 那这个肯定不大现实 那这个数据分析专家 也未免这个价值太低了 就能速成 那这个肯定不可能 那这个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 那种训练 学习 然后呢 反复的去参与一些项目 那这样呢 才会真正成才 那在我们这个课程后面呢 打算会给大家安排这个 发一些电子证书 就是在线的证书 那我们的那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凡是参加我们这个课程的朋友了 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这个参与课程的证书 就是证明你参与过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 那如果这个参与的朋友 你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 你的钱还没有被扣光 就是你的钱还有余额 那就说明你做作业跟做互动都做得不错 只是缺了少量的作业 那这个证书呢 会变成是完成证书 就说这个课程你完成了 那给你一张完成证书 然后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在后面还会安排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试呢 大概在我这里列出的这个知识点以内 那等一下再给大家讲这个知识点啊 那你如果通过这个测试的话呢 那我们会发一张这个课程毕业证书 就说你完成了这个课程 而且呢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并且毕业了 那如果这个测试达到了一定的正确率 就说你的分数比较高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发一张优异证书 那就是你可以你是以优异的成绩 从我们这个班里面毕业出去的 那我估计呢 这个能够拿到优异证书的 在我们一百多个人里面呢 可能应该不超过十位人 不会超过十位朋友啊 那我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人 拿到这个优异证书 那这个证书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不好说 但假如我们将来这个网站发展了 那我们做的这个知识传送的 这种事业发展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做出了名气 我们的这个出版物也做出了名气 那我相信呢 这个证书的价值会在不断的提高 那甚至呢 以后有可能就是 业界里面的大公司啊 看到你这个参加过我们这个课程 并且拿到一张优异证书 他就会优先录用你啊 或者给你一个很高兴的职位 那这个呢 也是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呢 在以前在ITPAR里面就曾经出现过啊 那凡是在我们管理团队里面的那种版主的话呢 在业界里面都是很抢手 就很容易会进到一些大公司里面去 那我希望呢 在这个Data Glue里面呢 也可以复制这种场景啊 这个 那在这里呢 我把我们这个整个课程的这个知识点总结了一下给大家啊 那一共呢 这个有大约32个知识点吧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后面准备要做的这个测试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我们的测试的题目呢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所有的题目都是选择题 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完成就可以了啊 就跟考那个OCP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选择题的那个初题的范围啊 他的知识范围呢 就在这些知识点里面 第一个 数据分析体系的多层模型 那这个就是那个六层模型了是吧 那这个在第一堂课就给大家讲了 那最底层的呢 是这个 原数据啊 那通过ETL放到数据仓库里面 然后呢 在数据仓库里面呢 我们在做这个初题链 就是做query啊 做查询 做简单的report 然后再上去的话呢 就是Data Mining 就是做数据挖掘 那在数据挖掘在上面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数据展现成 我们把它展现成为这个 一些信息图啊 等等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决策层 那个金字塔啊 其实就是那个金字塔模型 那数据挖掘 那数据挖掘跟统计分析有什么区别呢 那一般来说呢 统计分析就是它的目标跟手段都是比较明确的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什么指标 这个指标是怎么算的 那这些都是已经有预先知道的规则啊 那我们就带进去 把数据一放进去就可以算 而数据挖掘呢 是目标跟手段呢 都不是特别的明确的啊 那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 那说实话这两者的具体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只能够说这个界限呢 是非常模糊啊 第二个知识点 ETL是什么 ETL乘负着什么功能 那ETL呢 E就是Extract 抽取 T是Transform 变换 L呢是Low 就是装载 那它就是从这个数据源 那主要是在生产线里面 把这个数据 收集过来 那把它整理成 我们可以进行数据分析的样子 比如说整理成这个 R里面的数据框 这个SaaS里面的数据集 或者呢一些二维的表格 反正就方便我们直接拿来进行这个数据分析的啊 就整理成这个样子 那把它放好 那它ETL呢就是做这个事 O-L-A-P是什么呢 就是Online Anonymous Processing 就联机分析处理啊 那这个狭义的O-L-A-P呢 往往是指这个多维的数据的处理 就说我们把数据收集起来 变成是一个多维的模型 然后呢 我们用一些多维的一些查询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O-L-A-P 支持O-L-A-P是特性的SQL语句 来对它里面进行一些这个计算 以及查询等等啊 那这个是狭义的 那在广义来看的话呢 有一些时候呢会把O-L-A-P就理解成为 就叫商业智能啊 就是整个金字塔的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叫O-L-A-P 那这个看你怎么从哪个角度看 那另外我们这个数据仓库是什么呢 那数据仓库有一些时候呢 会理解为ETL 再加上这个狭义的O-L-A-P 那什么是BI呢 第四个知识点啊 什么是BI呢 那BI是Business Intelligent 那这个是商业智能的意思 那商业智能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 那他把我们这个数据分析 这个整个金字塔呢 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啊 那这个整个金字塔呢 你可以把它称为叫BI 那当然对于国内来说呢 有很多厂商推的那个所谓BI软件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报表软件 就画报表的 那这个 那我认为这样去理解的话呢 有点太片面 太狭隘了 那我觉得真正的BI呢 还应该包括了 这个很多这个数据分析的方法 这个业务的技巧等等 那这个话报表的 仅仅是其中的一方面啊 好 下面的知识点呢 都是关于阿语言的啊 那我这里都不用详细的 去给大家解释了 那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过往的 PowerPoint 以及视频里面呢 可以看到啊 像阿语言的历史跟特点啊 阿语言是怎么诞生的 这个他跟其他的语言相比 有什么相似之处 有什么不同之处 那在阿语言里面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向量以及矩阵的运算的呢 有哪些函数呢 有哪些运算符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问你 两个矩阵相乘用什么运算符 那你还记得吗 那假如在测试的时候出到这个问题 你能够答对吗 那大家如果要对这个测试进行复习的话呢 你要把这里相关知识点所在的地方好好的看一下 还有这个阿里面用来求这个基本统计量的一些函数啊 比如说求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重数 中位数 四分位数 等等啊 还有阿里面这个数据框的操作啊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向量合成数据框 那我怎么样把一个外部文件 那可能是一个文本文件或者一个excel文件 读进来 读到一个数据框里面去 还有这个阿里面产生这个各种随机数的那个函数啊 比如说我要产生1000个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那我应该用什么函数呢 产生这个2000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那我应该用什么函数呢 那这些在以前的资料里面都能找到 那还有这个阿里面呢 关于这个宿主或者矩阵下标的操作 比如说我要摘取里面 这个宿主里面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在矩阵里面呢 圈取一个直矩阵出来 圈取他的一个子级出来 那这个在下标上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操作啊 那还有各种图的画法 以及他的那个图的含义 怎么解释这个图 那这个图很多了 包括直方图 闪点图 闪点图就有很多种啊 另外还有相线图 柱状图 柄图 星象图 脸谱图 敬叶图 向日葵 等等啊 不练了 这个太多了 还有呢 在阿里面呢 有一些常用的类似数据集 那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 Oryx 那个鸢尾花 那个数据集 是吧 那我们这个应该熟悉 它里面的那个数据 那每一种数据分别代表一些什么意思 这个数据集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那我们在测试过程里面呢 很可能就直接使用这一种类似数据集 来作为我们的demo的数据 而不会加以解释 那还有阿语言里面一些第三代语言的一些这个语法的要素 像这个判别语句啊 循环语句啊 等等啊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阿的判别函数 那判别函数的意思就是判断一个东西 它究竟是是不是向量了 是不是矩阵了 是不是数值的呢 还是这个制服的呢 等等这堆函数 还有阿的那个集合运算函数 那关于这些语法跟函数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在这个课程初就已经上传的那个阿语言参考卡片 那在里面呢 说的挺详细的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把那个卡片上的那个函数都理解了 那这个基本上呢 就掌握了 好 然后后面这里的知识点呢 就转到这个建模 这个部分啊 数学的东西就会多一点啊 比如说斜方差是什么意思 它是怎么算的 相关系数又是什么意思 它是怎么算的 还有怎么用阿语言去做线性回归的分析 以及在这个分析里面这些结果啊 是这个什么样的意思 那希望大家能够解读 那具体的数学原理 就是说在数学上是怎么算的 那这个大家就不要不要求了啊 你懂得去解读它就可以了 另外呢 在多元线性回归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讲过啊 那我们可能要做这个变量的筛选 有一个函数叫step 是做这个事情的 那这个step是怎么样筛选变量的呢 那这个希望大家看回 学一书里面的例子 以及我们做过的习题 理解这种筛选的做法 究竟是怎么做的 那另外还有这个logic回归模型 那这种回归模型呢 适用于什么场景 它使用什么函数来完成这个分析啊 然后分析的结果呢 又是怎么样解读的 那另外还有典型的 比如说这个购物栏分析 那购物栏分析 这个appary算法是怎么样的呢 那怎么样用R语言的函数 来实现这个购物栏分析啊 那接着呢是分类器 分类器 那我们讲了一些简单的分类器 比如说这个线性分类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空间里面画一个平面 或者呢在平面坐标系里面画一根直线 把两个分类分割开来 那我看看这个分类在直线的哪一边 那我就知道它属于哪个分类啊 那这个是线性分类法 那这个线性分类法呢 在R里面呢有一个LDA函数可以做啊 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课后呢 看看这个函数它具体是怎么样运用的 那另外还有距离判别法 那就是看看那个点 哪里哪一个那个分类的距离比较近 那我就把它判到那个分类里面去 那这里最主要的就是那些距离是怎么定义的 包括点跟点之间的距离是怎么定义的 点击跟点击之间的距离又是怎么定义的啊 那这个这些距离的定义呢 还是有点抽象跟复杂的 那我建议大家好好把选一那个书相关的章节的内容呢 看一下啊 那还有这个贝叶斯分类器的原理是什么 那这个在书里面也有说的 那另外呢还有怎么样用这个决策数算法来进行分类 那这个在PowerPoint里面有一个例子 那大家把那个例子重温一遍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这个搞清楚了 还有KNN分类 那KNN分类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您分类法 就说首先我们找出某种距离 然后呢求出这个学习记忆里面 离我最近的N个点 那我再数一下这N个点里面 哪个分类的点多 那我就把当前这个代测点啊 归到那个分类里面去 那这个思想呢其实是蛮朴实的啊 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那还有这个层次巨类法 以及动态巨类法 那动态巨类法就是K-means了 那这个在血液的书里面呢都可以找到 那大家在看完这个PowerPoint 以及视频以后呢有很多朋友了 好像对那个生物进化素 还有这个什么人类进化这些东西 很感兴趣 那其实我们这一个第12周的PowerPoint的封面 也是一个进化素 是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亲缘关系的描述 那大家的客户可以看看 我们今天这个PowerPoint的封面 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那主要还是用距离 然后呢通过这个相应的算法 来产生这个普系图 那另外还有对这个巨类方法的一些改进 比如说K中心巨类法 那这个是主要是排除掉一些 这个离群值的这个干扰 另外还有这个DB Scan 这个是基于密度的方法 那这个主要是解决这个K-means 以及K中心法的一些弱点 就是对那个球形 对那个球形处很好 很好 对非球形处呢 做起来效果就不好 这么一个弱点 那这些通通这些算法呢 都要求大家掌握它的原理 以及呢 它分别是用什么函数来实现 那当然像这个DB Scan 这个我们在堂上没有讲函数 那这个就不要求掌握它的函数了 你只要掌握它的原理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最近这两周讲了 这个关于组成分分析 以及因子分析 那这个我们刚讲完 这个新鲜火热的 那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好 那我们整个课程呢 讲了这个 猪猪这个十二周时间 那连上中间休息的一两个星期呢 实际上不止 那这个几个月呢 一眨眼就过去了 那希望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大家都可以学有所获 那这个谢谢大家 那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呢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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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